我們今天要做的實驗是彩色酒精凍的製作 我們請到兩個同學幫我們製作這個實驗 首先我們拿取這個10毫升的藥用酒精 接下來的話呢我們拿這個3毫升的飽和醋酸蓋容易 放到我們的燒杯裡面去 醋酸蓋容易中加入0.25克的這一個彭酸 然後我們用撥棒把它攪拌均勻 到它完全溶解為止 攪拌均勻後我們拿起這個原來盛裝酒精的燒杯 另外一邊的話拿起飽和的醋酸蓋容易 然後的話呢我們把這個酒精倒到飽和的醋酸蓋容易裡面去 很快的我們看容易的話呢變混濁了 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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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分子間的作用力 它們會很快的結成凍狀 這個就是所謂的酒精凍 拿刮掃 從燒杯裡面挖出少許的這個酒精凍 把它放到這個乾鍋裡面去 然後呢我們把它放進去 關完燈以後 我們就用打火機 來點燃這個酒精凍 用刮掃的話呢 刮取這個酒精凍 放到這個乾鍋裡面去 然後呢我們關燈 然後的話呢我們關燈 接下來的話呢用打火機的話呢 點燃這個在乾鍋裡面的酒精凍 明顯的紅色火焰可以提醒我們 這個酒精在燃燒 透過這個實驗的話呢 透過這個實驗的話呢 我們可以教同學的話呢 如何安全的使用酒精